一人我们在说六一是国际儿童语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想能不能有一个国际孩子的符号 所以通过多方努力呢 联系我们叫了这个英国的童星 他呢这种被现在被誉为天籁之音吧 所以我们就通过多方 费了很多的周折 终于可能现在目前是联系成了 康尼他能够来演唱动画片的一个歌曲 叫飞跃彩虹 在六一晚会录制前两天 九岁的康尼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从英国来到北京 这位在英国因为选秀节目 而家喻户晓的小女孩是第一次来中国 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学几句中文 演讲动是中国的小朋友 大家好 节日快乐 这是一个长的版本 但是我说的 一个简直的版本 节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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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尼迫不及待地 要为我们展示一下他的学习成果 科尼迫不及待地 新学习成果 你好 我是科尼 我是九岁 这是第一次在北京 我爱中国 所以所有的孩子在中国 喜悦的孩子们 谢谢 谢谢 快乐